米还有口碑再次崩塌 继绝区林开服 轮完转圈被当bug修复后 全体米油又又又差评如潮了 除了新铁 但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原神和绝区林的评分 还有社区讨论乐度 反而上升了 难道米油为什么是畜牧业大神的原因要被爆了 大家好 我是因为小保底出爱连 所以痛车绝区林的乐子能红无极 众所周知 米油在2020年后 作为仅次于应有的畜牧业 是因为原神公测后占了市场红利 以优秀的开放世界游戏质量进行优秀的文化输出 以及在那个年代拥有降维打击的技术力 外加市场行业缺口而获得成功 而鹰角也是吃满了时代的红利 什么绑号寒冬平民邻级速通等玩法 成为了我们这一批00后的启蒙二游 话说回来 现在米油社区的红温内斗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毕竟绝区林开服时的优缺点就十分的明显 因此只要让一部分博主说 绝区林走鸽子好玩 一部分博主说 绝区林动作细节很多 再一部分博主说 绝区林有文化输出 形成三方面讨论的趋势 又完全可以了 当然就算是差评也可以 毕竟米哈游的饭泉化已经成功 但是别超红无极 已经发过的视频文案谢谢 毕竟这些都是主观秒了 而原神这波纳维莱特光速华贵 也让我这个米孝子新凉 我都想好怎么发视频洗地了 结果官方居然给我整这一出 果然还是部分游戏产商好 毕竟作为游戏服务员 本来就傲气的米哈游 以前是因为在业内 有不可撼动的技术力外加 非常有善进心 技术仔拯救世界 好在这波原神纳维莱特的改动回调 也让米黑米孝双赢 米黑得到了胜利的机会 米孝被进步提纯 更加认可米哈游 但是现在一堆高质量游戏 紧随其后 还有不错的服务质量 米哈游欢 米孝欢 米黑欢 唯独我们这样的正常玩家不欢 不对 我现在好像还没从米孝子的位置走出来 甚至有点红纹发烧 你们说我因为绝区领整了那么多现实道具和游戏科金干啥 我是真下头啊 现在玩绝区玩的都有点分不齐虚拟和现实了 必须要冷静冷静 话说回来 目前绝区的技术力优点在于 优秀且丰富的角色微表情 动作丝滑程度 走格子玩法的各种趣味缝合 以及游戏整体的社区沉浸感 然后就没了 剩下的全是米加传统原汁原味的圣衣物养成 抽卡命座 装武 角色武器技能等级养成 外加优秀的3D动画演出效果等 但米哈游优秀的剧情世界观设计 传统文化输出 在绝区里里亚根没看见 如果说老米遮遮掩掩掩的话 那要么就是老米没活了 要么就在憋大招 对自己更倾向于哪一点呢 但是现在绝区里乃自整个米游世界的社区 基本只能依靠黑容量存活了 正经视频几乎没有讨落乐点 长草了拿命卷也没啥新活 我的评价是不如拿个散热器 直接把米哈游在此冻结算了 或者让老米多更新一下 建议绝区林35集后 每5集再送10年 毕竟2024年的厂商们 都在卷质量 卷服务 卷玩法 卷差异化 现在厂商们技术已经达到了 可以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时代 一环 蓝色星圆 三角洲 龟龙潮 剑鱼远真恶 星月同行 鸣鸣十六升 无尽闷回 代号 无限大 奇风之旅等等 高品质或者等等 差异化特色玩法的二友 正在疯狂涌现 到时候谁又会是最大的赢家呢 真是让我这个游戏区第一抽象 几宝十分的期待 正常玩家疯狂玩弄 不同的游戏体验游戏百态 只有苦主在一款游戏里 被疯狂的束缚攻击 比如绝区灵地抽象机吧 本期杂商视频就聊到这 最近也是跑了几个漫长 整了几个抽象的活 视频差点忘记根了 好在回来狂看最近乐点视频 以及结合自身近期的游戏体验 聊聊本期视频的主题 米哈游为什么差评如潮 游戏圈为什么百花齐放 大家有其他观点 欢迎理性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